夏天的旧衣服别人剪成74省一40 再然后找个长50宽10厘米的布袋子 两片剪两片 手工缝一下啊 做一个简易的主题袋 这个是袋子 这个中间发的是3厘米 缝一下啊 缝一下 3厘米的长方疗 这就缝一下 然后这个衬布跟面不是一样的 对折 再烫一个1厘米的缝头 面子面部也是一样啊 烫个1厘米的缝头 好这样打开 反面对反面 这样去缝合 缝一个0.5厘米的缝头 两边没缝啊 上下没缝 就是中间做个记号 一边5厘米10厘米 在这个袋子就是1.5厘米 就给做记号 然后把把袋子给它缝 固定在上面 再上下去缝合 在这上面缝一个0.2厘米 5厘米的缝头 去缝合 把袋子给它放进去 再缝一个0.5厘米 缝上线啊 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7厘米处 给它做记号 发直线 这下面也是一样 发直线 7厘米处 然后给它对折 给它用夹支固定 夹支固定以后两边 缝一个0.5厘米的缝头 好 这边也是一样 缝一个0.5厘米的缝头 再然后烫平 烫平以后 用夹支给它固定 烫一下 对折烫一下 烫平 再量个6厘米 发现 5厘米 开始5厘米 后面量个6厘米 给它发现 这样剪5厘米 这样剪出来 好 两边缝合 0.5厘米的缝头去缝合 好 缝合好以后 给它翻过来 烫一下 好 给它烫一下 在这边 给它缝合 翻过来 缝合 把边 包边 就是啊 翻过来 给它包边 好 再对折 在正面啊 正面给它对折去缝 12厘米 这里 好 再给它翻过来 缝好以后 把缝都给它剪齐一点啊 剪得住一点点 这是等一下翻过来 包边的时候 就好包一些 点减少一点 好 给它翻过来以后 再在这里给它包边 到反面底部去给它包边 好 缝一下 两边 缝个一厘米的缝头 这里缝好 再翻过来 我们包包做好了 漂亮吧 你喜欢吗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